一鸣马上就要见到你 举行当面仪式 十分感谢各位 来参加小女的追悼会 当年都怪我这个做父亲 没有好好保护好她 才让她遗忘 坠江身亡 沈先生 当年谢小姐坠江爱 真的是意外 不是人为吗 这一年来 我时常梦到小女 为了满足她的遗愿 我不得已 做出这个决定 向现实更名为沈氏 继续发扬 爸爸 好久不见呀 那却是人 还是鬼呀 我 我不知道 到底是谁 我 就是她 一年不见 差别很大吗 哼 你们越恐惧 你就越稀里走 外公 妈 我回来了 我带着你们的女婿 来见你们了 外公 妈 初次见面 我叫一鸣 是男一的未婚妇 化成阿姨 好久不见 这次我已男一 未婚妇的身份 见 先生 您可以直接帮男一小姐 查出真凶 了却她的心事 她不是只能依靠 我的兔丝花 我安装帮她兜底就好 要是我直接帮她解决了 她非得跟我闹几个月不可 对了先生 京市那边 欧阳家正在查您的行踪 敲打敲打 妈妈 无论害你的凶手是李林林 还是 你没为父亲 我都会让她付出代价 王妈 小姐 麻烦把我的房间收拾出来 男一啊 那个房间 现在是你妹妹在住 你换一间房吧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个房子 是我外公留给我 什么时候轮到你做主 王妈 你也认不清楚 是小姐 真糟 不愧是你 都喜欢用别人的东西 男一 李阿姨 以后就是你妈妈 她会好好对你 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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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负你妹妹 今天晚上 不准吃饭 妈妈 我和爸爸妈妈才是一家人 你只是赞助 我的衣服 姐 我没得罪你 你凭什么 烧我衣服 你 我是失踪 不是失忆 什么时候 我的衣服 变成你了 你 不好意思 失踪的这一人来 我有病 心情不好就会打人 你们两个都注意点吧 对了 不知道你们午夜梦回时 有没有梦到过 妈 妈 你年前的事 她是不是都知道了 不行 当然 爸 爸爸 我好想你 怎么现在才回来 是不是因为公司的董事长选举分心 我也有公司股份 明天 我已经把票偷给爸爸 哎呀 好闺女 你果然是 爸爸的小棉袄啊 哈哈 你们一丈 我就是个自私虚伪 唯利是毒的女 爸爸 姐姐她一回来 就抢了我的房间 我不知道妹妹 住了我的房间 这是你姐姐的家 她想住在哪 就住在哪 不行 你爸爸在外面 都累了一天了 让她赶紧回去休息吧 哈哈 阿姨 您都跟我爸那么久了 还不知道吗 她最讨厌麻烦了 妈 你看她那样 爸爸为什么还要给她举班回归宴啊 你懂什么 她是谢家的大小姐 对你爸有用着 慈父的形象 豪门的联姻 都是她要的 六 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啊 你就不怕 那个老狐狸得偿所愿 当上集团的董事长 你都已经给我买好炸弹了 她的愿望 注定了 现在开始举手表决 同意沈妖华当集团董事长的 请举手 这 这怎么回事 这 这 是妖华 这是怎么回事 运气出轨 还把私生女安排到谢氏 当统经理 你对得起谢老爷子 对得起华镇吗 这董事会啊 趁早算了吧 不要 别走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他们 谁干的 是谁要害我 老公啊 消消气 真好 只有那几个股东知道 对 写男意呢 爸爸 我去公司的路上被撤撞了 没赶上回忆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 那个司机 就好像有预谋的一样 我站在路边 他都能撞过来 不知道是谁 非要指我于死定 还我没能帮上吗 我看着 你牢牢抓住的男人 不过是个自私自利的伪君子 为了利益 什么都可以利用 也什么都可以丢弃 你要是不招人撞他 我们现在 能只是个 赞贷都市长吗 我也是为了我们好啊 一年前的真相 他肯定是知道了 我还怎么一回来 就发生那么多的事呢 如果他要是知道那天的真相 那他还会对我这么前进吗 你分明是容不下他 我就是容不下他 怎么了 吃饭料品 消炊事业 会被抓紧 我什么不值得 不过 为了替妈妈查出真凶 这些不重 一鸣哥哥 哥哥 你又救了我一次 没事吧 我已经查到了 就是你继母身边的刘红 表面上是干弟弟与司机的关系 实际上背地里 关系不一般 明天的回归宴 沈耀华为了彰显慈父名声 一定会胜要僵尸明了 到时候 就送他一份大了 看来 有人要遭殃了 小狐 还不是因为师父 教得太好了 是吗 那我可以 收点学费 一定要好好表现 一会儿啊 不少豪门公子都要来 一定要给妈 调个金关系 让你爸 好好看看你的价值 主位 沈某 今日要向大家 隆重地介绍 我施而复得的 爱女 谢南义 沈先生 不愧是江氏工人的好老公 好父亲 是啊 以前 她对谢夫人的感情 就让人嫉妒 现在 对女儿的宠爱 可真是令人羡慕了 先生 谢小姐这个 是人的笑 和你真相 感谢大家的台来 能够拥有 这么漂亮 女爱的女儿 解释我 沈某人的福气 谢南义 你不是喜欢出风头吗 等会儿 让你出风 够 妈 等会儿 妈 各位 借着今天这个重要时刻 我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同父异母的妹妹 李若旭 我同父异母的妹妹 对 起来 爸爸 你不会怪我自作主张吗 我不想让妹妹受委屈 只是想让大家知道 李若旭 也是大名鼎鼎沈先生的亲生女孩 这怎么回事 不是说 她是谢小姐父吗 和她前任老公生的女儿 听说 谢小姐的那位就相差一岁 回内出轨 吃锤了 还说什么好男人 不得不怀疑 你年前谢小姐的坠江意外 这不是你一直梦寐以求的名分和名声 男一 你为什么要说那些话 让人误会你爸爸呀 赶紧成亲 就说刚才 是开玩笑的 这件事 你是怎么知道的 妹妹之前跟我说过很多遍啊 爸爸 我都是为了您好啊 在这个圈子 在这个圈子 谁还没这个私生子呢 现在大家都知道 谢氏集团的董事长 还有一个亲生女儿 大家只会上赶着联姻 这对您来说 这又是一大助力啊 哦 哈哈哈哈 还是您有眼界 是爸爸狭隘了 永远是爸爸 唯一的宝贝女儿 爸爸 咱们赶紧去跟世家们打个招呼吧 别让大家久等了 好 哈哈哈哈 妈 你放心吧 她得意不了你去 我们下一期的项目 我打算 谢小姐 有人找你 可可怎么没在会上 难道是她找我 不好意思各位 失陪一下 没事 姐姐 姐姐 为了庆祝你回来了 我特意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走 我看看你又有谁 这位先生 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啊 可以给个联系方式吗 我为婚妻会生气的 我好了 龙少有房间失火了 谢小姐还在房间休息 敲门也没人回应 老公 我们快去看看吧 男一 千万别出什么事啊 是啊是啊 快走 快走走走走 小美人 来玩玩吧 成客气 男一啊 快开门啊 男一 这是什么弄女啊 这谢小姐 看上去断装有组 实际上 放得很高 这男人的声音 怎么一段是 这里面 不知道是何关键 快把门打开 集体着打死他 先生 小美人 别过来 来玩玩吧 别躲呀 小美人 别过来 走开 别过来 走开 走开 妈 怎么是你啊 你怎么没说 叫的人是刘虎妈 我 小美人 我妈呢 你看他这样子 这是 这肯定是磕了猛料 到底怎么回事 爸爸 是姐姐把我关在里面的 我不知道哪里得罪了她 非要这么对我 写男意呢 我在这儿 你给我开开 开门 有没有人啊 救命啊 开门 有没有人啊 小美人 我妈呢 爸 怎么了 这不是一只 刚在阿姨身边 十几年的司机 小刘吗 林林姐 阿姨 她好像 在叫你 这时候叫沈夫人 关系可不一般呢 无愧是母女 玩得可真花呀 这死生女 不会不是谁 有我的主 那谁知道啊 做出这么丢脸的事 这个时候 叫签也没用 姐姐 我到底是哪里得罪你了 你为什么要害我呀 这是僵尸唯一的女的 据说 还是谢氏集团的股东啊 走吧 南姨一直跟我在阳台所见 那里的人都可以作证 你呢 又有什么证据 没有 那就是污蔑了 也不知道你爸妈 是怎么教育你的 表面看上去清纯可人 心里脏得发臭了 没事的阿姨 我不在乎 看见了就得管 华正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 你不介意 我替你管教管教吧 你 走吧走吧 妈 我替你妈好好教育教育你 真可怜 显难意 我不会放过你的 阿姨 谢谢你 刚才替我出了口恶气 你真是谢难义 死里逃生一次 转性了 你以前不是处处维护 那一大家子吗 以前是我眼瞎 识人不清 被他们蒙蔽了 阿姨 你放心 我以后不会了 只是 我现在还不能彻底 跟他们撕破脸 但愿如此 要不然 我就替华正 教训你这个白眼狼 阿姨 我有件事情想拜托你 现实是外公一手 创立起来的 我不想他落在 外星人手中 说说看吧 要我怎么帮你 放开我 放开我 你们是谁 我可是现实的千金 你的嫂子要干什么 你嫂子要干什么 嫂子 好好招待他 是 你们要干什么 先生 一小时之后放人 是 怎么了 我以前太混账了 被李玲玲挑拨 说李春云阿姨 那么多年 现在才知道 她只是看上去冷 其实 她跟妈妈一样爱我 放心 她不会怪你 我知道 所以我才更内疚 她可不想看到你内疚 她更想看到 是你找回真正的自己 你刚刚去哪儿了 秘密 送你的礼物 老公 你听我启示 老公 我们夫妻这么些年 你还不相信我吗 我这辈子 就你一个男人呢 我发誓 我和那个小刘 清清白白的 今天她那个样子 你看就是嗑药了 神志不清了 你最好别骗老子 不是不知道 老子的手段 少和王淳于 那个男人婆来往 敢当众 下老子的面子 就该有个男人 好好治治她 明明说司机小刘 谢南义 你让开的人 乐雪 你身上怎么了 别乱用了 你 你点什么 清白衣 放肆 都是李若雪 那个臭娘们 让我干的 她让我把清白衣给睡了 然后 爸爸 我实在不知道 妹妹会这样对我 我太生气了 才 其实我不在乎的 只是姐妹不合 渣渣不合这种事件传出去 像是上流人士 会觉得你处理不好家庭 更管理不好集团 让人不幸福 赶紧滚过来 请你接着道歉 可是她刚刚还 不用我爸爸 我知道我会来打扰到你们了 一年前我就该死了 从今天起 我搬出去住 乃姨 这里就是你的家 你搬到哪儿去呀 爸爸 这 这是我的家吗 乃姨 要不要 把当年那件事告诉小姐 哥哥 一鸣 一鸣 一走 难道睡觉了 乃姨小姐 这个点 是来宠亲我的吗 对啊 既然 既然乃姨小姐盛情邀请 那我就 哥哥 今晚李若雪 有个教训 你怎么来了 我阶级从谢家搬出来了 你教我的 要学会给狐狸露出尾巴的机会 不然你怎么抓得住 我帮你擦 小机灵鬼 更何况 我怎么忍心让哥哥一个人孤零零呢 所以来陪你 你不用为我点脚 因为 我会为你玩腰的 早安稳 等我打入集团内部 赚钱养你 虽然你也不需要 走了 先生 南姨小姐能行吗 我可是她背后的男人 接下来 该你出场吧 我今天叫南姨来 是想把集团 某个心思不正的人请出去 省得误了集团名声 我提议 让南姨当总经理 这个南姨才刚回来 之前也没接触过集团的事务 突然让她当总经理 感觉不太好服众啊 而且若雪已任职这个职位一年 我感觉比南姨更合适 各位叔伯 这个集团 终归还是姓姓 京士义家 义阳 义家 难道是京士三大家之首的义家 听说那位神秘的义士总裁 手段很毒辣 不仅将没落的义家带到守卫 而且 当初想吞避义家的另一世家 一夜破产 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背着我偷偷搞事情啊 哥哥 怎么能让未来的义太太孤军奋战呢 想怎么惩罚我 都听义太太 义主力 我是张兆林 之前在京士的招商会上 有幸见过一面 请上座 不必了 此次前来 我们家总裁 已到江城 有意寻找独家合作者 采取公开竞标的方式 将是 有能力者得 三日后去 这下 是大象 哈哈哈哈 这下子笑 那就能几记 京都商界 登上一层楼啊 哈哈哈哈 那就让 南义和若雪 共同行政 谁要是拿下此效 谁就是集团的总经理 也拿走集团3%的股份 谁要是失败 离开集团 你等着当我的手下败将吧 落死谁手还未可知 难道那里面 就是京士那位神秘的义总 哥哥 其实你不用为了我自将身家 京士那么多人 想求着跟你合作 南义 我知道你不想靠着我这层关系 但是作为靠山 还是要利用一下 不然显得我多没价值啊 而且为了你 我心甘情愿 李若雪 看看她想干什么 易总 我是谢氏集团的千金 李若雪 谢氏集团千金 姓李 这声音怎么这么说心 谢氏集团 就是一个冒牌货吧 大姐啊 我要的是钱 钱懂吗 上次你把我害惨了 这次你还想跟我要钱 谁知道那臭娘们身边有人呢 我都被人走成这样了 你得负责任呢 不可能 他怎么会认识易总 想要钱可以 再帮我办一件事 我听不是啊 没办法了吗 你接着不去吗 不是 你的臭娘们 谢谢哥哥 这个项目 真的对你没影响吗 精神那边知道了 会不会编排你 放心 这个项目 对一世产生不了任何影响 再说了 我们本就是夫妻一体 帮你就等于帮我自己 谁跟你夫妻一体了 一世的项目 你必须拿下 这是给你最后的机会了 妈 他对谢男医到底什么态度啊 之前他都默许我们欺负他 一年前 更是同意我们对他动手 现在人回来了 却依附父女情深 你爸他醉一会儿不装了 不过是假装辞 看外人呢 抓到他的把柄 等你明明打死了 你说什么呀妈 啊 没什么 刚说的项目是什么 今天谢男医那个贱人 居然联合王春雨 想把我赶出集团 自己当总经理 不过 幸好有精神那位易总 这谢家的一切 只能是我们的 你放心 妈会找人帮你 嗯 嗯 嗯 哼 哼 哼 谢南义 再来多少次 你都是输家 以上就是我的竞标项目 谢谢大家 接下来是谢氏集团 谢南义小姐的项目陈述 谢南义小姐 谢南义小姐 既然姐姐没来 那她应该是自愿放弃这次竞标了吧 要不我们还是别等她了 义助理你觉得呢 义小姐 你的画面面有点太高 不好意思 让各位久等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哎哎哎哎哎这怎么开车的倒车快倒车 以上就是我的项目计划 非常优秀 我义是愿意与谢小姐达成合作 共创辉煌 祝你 你搞错了吧 李总都还没发话呢 你 此次竞标会 义总让我全权负责 李小姐 你是还有什么问题 王妈 快来收拾了 哎来了 废物 老公啊 消消气 你今天只知道和那些傅太太 大麻将 广街 你连商业助理都没有 什么的女儿 你也是个废物 看看谢南义 有助理又怎么样 早就被你悄悄的给你了 爸 爸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就算谢南义拿下了项目又怎么样 我已经打电到了 义总 不禁就住在帝号酒店 等我当上了义夫人 您就是义总的岳父了 到时候 别说是僵尸 就连整个京城的豪门世家 也要对你逼宫逼近了吧 不愧是我的女儿 有志气 好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 你让爸爸等太久 妈 你不是让刘虹把他给绑了吗 是绑了呀 可谁知道 我打个电话问问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关机了 那就多谢义总 愿意跟我合作了 那就祝谢小姐早日达成所愿了 南义 再给你看个东西 妈妈去世前四天 李玲玲给刘虹 赚了一大笔钱 不排除她是知情者 或者参与者 不过她对李玲玲 还真是情真意气 一口咬死 那就是她的保养费 那 如果李玲玲担心她出卖自己 从而对她下手 你说 她还会那么坚定吗 不愧是我教出来的 我已经派人把她放了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我们就 静候佳音了 先生 九天出事了 我们安排的假义总 被人找上门了 看来有人想勾引一子 提前当上义太太 来压你一头 那就如她所愿 看看她能演出什么好戏 你这是 哎呀 你总太热情了 还特意让助理 送我来公司 易总 难道是 没错 姐姐 你费尽心思 抢走的总经理之位 如今在我这里 根本不值一提 等我成为了易夫人 你我就是云泥之别 我是你这辈子 都无法寝静的存在 那就朱妹妹 不会除蓝大水一场空 以后 若雪就作为副经理 陆萨集团 协助你 我记得当初说的是 项目失败的 直接离开集团 在这里我说了算 况且 若雪在不久之后 就是易胎人 易总的身份 我们也得罪不起 我回去吧 老狐狸 我找了算账 阿姨 有人告诉过我 狂欢之后的失败 才是最痛苦 最折磨人的 哥哥 你怎么来了 当然是来接我的未婚妻 下班了 怎么样 工作了一天 累不累啊 很好啊 反正集团也没有人欺负我 李若雪现在自娶易夫人 不把我这种小蝼蚁放在眼里 其他人呢 集团是我外公一手创立起来的 我是他唯一的亲孙女 再加上从你那里学来的商业知识 让他们对我心服口服 谢南义 马上滚回家来 去 拍的不错 谢南义 你长本事 你学的不三不四 还不知廉耻 反正南义要在家里面 要是让外面的人知道了 我们沈家的脸 还要不要了 我再不知廉耻 也不会毫无关系 就送上门让人睡 南义啊 你就别气你罢了 姐姐 我和你不一样 你这是盗贴 我是给家里调金龟婿 你马上 跟这个小白领断了 她就是贪图前探的小人 我已经让你阿姨 给你误塞了几个僵尸富二代 你挑一下 马上就联姻 她是小白领 那你是什么 当初妈妈爱上你时 我也是这样 她顶着外公施加的压力 非要和你在一起 帮你在歇世张纹脚跟 获得了外公的信任 把自己的长相灵珠 嫁给你这个 从山里走出的高材生 对了 网上说这叫什么 凤 黄 男 闭嘴 你给我闭嘴 爸爸 你难道都忘了吗 你说她是小白领 那你呢 难道你也是贪图卸家钱财 欺骗妈妈的吗 你 滚 滚出去 给我滚出去 对了 阿姨 前两天 你那位甘地已找到我 我们 相谈圣欢 她说了不少事呢 是 她们说你是小白脸 我现在就是被你养在家里的小白脸 怎么了 小姐 我有事跟你说 我知道是谁 孩子夫人呢 她们都不是外人 你可以放心说 小姐 那当年 我亲眼看见 谁 你对得起我吗 你有没有相信 你懂得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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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释 你 你 你放开 十多天以后 我听说夫人 就去世了 那 你当年为什么不说 你当时还那么小 没有依赖伶俐 谢老爷子 有病在床 没几天 集团就叫到了先生手里 要是让他们知道 我知道这事 我 那 我可就完了 去年 我把这事告诉了 家里的司机老李 也就是你坠降的第二天 他也死了 我 我就更害怕了 那天是老李给我打的电话 这些年 我过得提心吊胆 直到你这次回来 我发现你变了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这件事情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你走吧 我已经提出辞职 明天 你就回老家了 小姐 对不起 妈妈 那时候你一定很痛苦吧 拿着这些钱 把今天的事 按在肚子里 我就是一个老妈子 你们要我做什么呀 我想知道 南姨妈妈十年前 到底发生了什么 十年前 那天晚上我看见她 上大吵就会把这件事情 透露给她 不要告诉南姨 是我安排的 是 谁能想到 鼎鼎大名的意思 竟然是个胡雷锋 若雪 妈 你干嘛 我要去找易总 在她离开僵尸之前 赶紧怀个孩子 早点进一家的门 若雪 你能不能 求易总帮我一个忙 让她帮忙 杀了刘虹 她知道的太多了 要是被谢南姨知道 不 我们让她做的那些事 要是被易总知道了 对你 可没什么好处 男人都喜欢 无人忍 单纯 可是我找易总 她不就都知道了吗 你就说 是被她威胁 还有 洪啊 别怪我心狠 只能怪你们没有 解决不了谢南姨 就只能解决你了 别哭了 走 我知道你伤心的时候 喜欢吃甜食 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我妈是你安排的 对吧 她从前你第一眼 就特别紧张 跟我说话的时候 一下意识看你好几次 还有这个早就准备好的蛋糕 安逸 对不起 是我要谢谢你 哥哥 若不是你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知道 先生 李莲莲 被南姨小姐的花刺激 她安耐不住 让李若雪 找易总 帮忙 辞掉刘虎 既然主动送上门 那就按计划行事 你们是谁 想干什么 你 没事 别怕 十六年前 我妈妈住院期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在说什么 我不知道 你最好实话实说 谁想让你死 你知道 如果说了 还能饶你 不然 就是死路一条 我只手三个手 三 你不敢杀了我 从来不怕受人威胁 别 哥哥 我亲自 二 一 我说 我说 都是李莲莲 那个女人让我干的 我也是受危险的 那年 李莲莲 让我假扮成保镖 在病房 每天都守着 谢华诚 不让他跟外界联系 在他 昏迷两天醒来后 李莲莲 每天都去病房 刺激他 然后说 他跟姓沈的有多安安 说用不了脱续 他的钱 还有男人 都将是他的 还 还怎么 李莲 还让谢华诚的 主治医师 给他少用药 让他每天 活活疼着 睡不下 睡不着 你先去车上 我来问 继续 李莲莲还 还让我 还让 还让我 他还让我在医院 把小华诚给上了 我对一个病人 可不甘心情 我就 我就摸了几下 都是那个女人 她逼我干的呀 都是那个女人 都是李莲莲 逼我干的 男一 王起来 走 别走 别走 不要走 不要走 男一 妈 男一 哥哥 妈妈不要我 他走了 没有人爱我了 没有人爱我了 我要你 我爱你 我不走 睡吧 我在这 抱住你 节奏起过 差不多 假装或洒脱 笑过也哭过 至少能回到 彼此原本生活 全都拉扯 哥哥 哥哥 在这儿呢 我以为 你也不要我了 傻瓜 我怎么会不要你 我一直在 你也不知道 你 我爱你 我爱你 clusters 我才小杀 她 你 我自己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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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去吃点东西 等会儿带你去个地方 嗯 哥哥 你说当时如果没有 提醒他们的话 时时刻刻守在妈妈身边 时不时就不会 男一 华正阿姨的事情 找你没有错 那时候你开心 没必要把所有的事情 来自自己身上 你越自责 华正阿姨就越受心 好了 我知道你心情的 所以 今晚把所有的情绪都发现了 然后 就像小时候华正阿姨 带着我们一样 咱一会儿啊 去做旋转木马 和摩天轮好不好 好 男一 你慢点 一鸣 你去拉着妹妹的手 一起玩好不好 注意安全啊 晚安 哥哥 你今晚陪我一起睡 我 我什么都没说 什么都让你说了 嗯 可没有人睡觉 怎么那么好看 你再懂 我可不敢保证 今晚不会做出什么 出鸽的事情来 妈 先生 都安排好了 下午六点 神要华一家准时赴约 好 选一件战袍 大杀四方吧 妈妈 这一天终于呗了 一会儿就到了 哎呀 嘿嘿嘿 义总居然邀请我们一家三口 共进晚餐 乖女儿啊 看来你这次是真的飞上直头变凤凰了 看一号 整个僵士 谁还敢在背地里说 我是谢家坠虚 以后 我就是义总的怨妇了 我们走 义助理 义总 已经在里面了吗 嗯 好好好 你怎么也在这儿 你也收到了义总的邀请 姐姐啊 义总只邀请了我们一家三口 你来凑什么热闹啊 你还是赶紧带着这个小白脸走吧 免得一会儿义总来了一声气 把你们两个像条狗一样扔出去 可就太丢人了 南义啊 你打扮成这样 不会是来勾引你 这义总看上的 可是你妹妹 别怪我这个做父亲的没有提醒你 我这个饭局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赶紧 你在这儿碍眼 你们想的义总不会来了 这是我为三位准备的 最后的团圆餐 你们在说什么 来这儿蹭吃蹭喝就算了 还在这儿说什么大话 闭嘴 你 今天的主角不是你 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待着 南义 老菜在这儿坐着呢 十六年前 我妈妈是怎么住院的 又是怎么去世的 他什么都教的 十六年前和一年前 你所主导的一切 你说什么 我听不懂 秦南义 你在胡说八道是什么呀 还有你 将自己的情人和私生女 伪装成亲戚 养在谢家 和情人偷情 被妻子发现之后 龙眼看着你 把自己的妻子推下楼 我 闭嘴 你给我闭嘴 我打死 沈先生 我看在您是南义生父的面子上 给你留两分保密 请自重 杰南义 真是翅膀硬了 敢跟老子就满 你又是哪儿 冒出来的臭小子 看老五 信不信 来自僵尸混不下去 我在哪儿混 就不劳沈先生费心 你们干什么 快让开 你想干什么 很简单 疑命还疑命 不过 我不会亲手杀了你 现在是法治社会 生死我说了不算 法律自会制裁你 我是谢氏集团 沈耀华的夫人 更是京士 易走未来的愿命 你跟我谈制裁 真是一向天开 对 我是未来的易夫人 谢南义 你敢让我妈去坐牢 易助理 易助理 快把你们易总叫来 把这两个神经兵 给我赶出去 你都说了 那是谢氏 是谢华征的谢 谢南义的谢 跟姓李的姓慎 有什么关系 你们口中的易总 我此生 我此生不管是从前 现在还是将来 只有难以 至于你 还有你们 算什么东西 易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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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个人冒充你 我不是你们易总 我只是一个跑龙涛的短剧眼 是他们花钱请我来假扮易总 那一位 才是你们 精神异族 如雪 把她带走 是 先生 不可能 不可能 假的 都是假的 如雪 如雪 老公 你说句话呀 老公 你就任由他们 这么欺负我们吗 她才是真正的易总 谢南义是我的女儿 那我还是易总的岳父 任 易总 是神魔 永远不是太山了 难易呀 难易 都怪爸爸当年 为密切窍了 才犯了那么多错 我对不起你妈妈 我对不起你妈妈呀 我对不起你妈妈 爸爸也对不起你 你可以走 随便处置 要死要活 你说了算 是要活 我跟了 三十年 你个贱人 当初要不是你勾引我 我不会犯下 如此密切大错 哥哥 我不想听他们废话 带走 把他带走 谢谢卡绝 是 内娃 雷雨将家 你做的 我都知道 我 这 信不信他的命 好 难易 有空回家看看吧 带上易总 你妈不在了 我这个当爸爸的 就得 闭嘴 你有什么资格 提我吗 难易 再怎么说 我也是你爸爸呀 是啊 所以我身上 留着一半你的心 我都心恶心 难易 爸爸知道你是在气头上 爸爸也理解 你说的这些话 但是你要记住 爸爸永远爱你 沈总 现在说这些话 有点倒胃口 带着你的女儿 肯定滚吧 就什么 安上了个义总啊 等他离开僵尸以后 看你还能嚣张多久 如果我什么都不知道 一定因为他很爱了 我永远爱你 至死为了 我也是 哥哥 今天晚上 咱们去小卓几杯吧 庆祝今天的胜利 好 不许谈杯哦 他等你知道多声 什么都知道 哈哈哈哈 哥哥你看 妈妈在天上看着我 她说过 会一直陪着我 你呢 你会不会 我会 我会永远陪着你 骗人 你心里明明有别人 我都知道 你都告诉过我 是谁敢骗我们衣服 我不管 你心里 只能有我一个人 不要有别人 放我下来 我愿望 你目标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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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望 你 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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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喝了 小酒 我要喝 好喝 输狗的 你好帅啊 你让我亲一口就一口 可以给你钱啊 把我当鸭子 哪学的 喂 还能喝 我还是想喝酒 我是谁 哥哥 一鸣哥哥 我最爱的 易先生 得逞了 我最爱的 显难意啊 到底在干什么 不过 根据我多年的八卦经验来看 不会 在想什么 没想什么 是吗 把鞋穿上 你到底知道些什么 我知道那天晚上你没出差 我看见你把药一点 一天注射进他身体了 一天注射进他身体了 直到你把我掐死了 换上你这个 还想你这个 亲手上海歇化症的真凶吗 到底你想干什么 出去 我要出去 你崩了 我都是为了我们的儿子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我早就录了视频 你敢动手 我就敢把视频 交给谢南义 到时候 你现在的一切 就都没了 你 我还是爱你的 只要你让我出去 这段时间 你们可以连手 铲除谢南义 把这谢家的义气 到时候 我们就会平安无时地 过下半辈子 怎么样 那个姓义的 可不是什么善叉 你不是最清楚了 男人吗 新鲜劲一过 就都忘了 等义总 回到京市 谢南义 还不是任由我们主持 义大厨 谁懂啊 堂堂义总 竟然是一个上德厅堂 下德厨房的绝世好男人 快吃吧 就算你夸我 也改变不了你 昨天晚上酒壶乱性的事实 你好吃 南义 你 是不是有什么事要问 什么 是谁在你面前 讲我坏话 是我心里面有别人 所以你现在是在 为了他质问我吗 南义 不管你想知道什么 我都可以告诉你 告诉你 那个人就是你 不用了 我怕听到 让人失望的他 南义 你误会了 其实我心里的那个人 一直都是 叔 先生 你灵灵被沈耀花接走了 夫人已经怀孕三个月了 而且她这是由于受到 强烈刺激的事 为了他而着想 一定要静养观察 好 辛苦 妈 你刚看我 不是若雪啊 妈 妈 都怪你 都是你害的我妈 小心 你的手 没事 医生你轻点 伤口注意不要碰水 不关我 要不是他害了我妈 我不对 是他咎由自取 怪不得别人 沈先生 今天这件事 你打算做不成 这 毕总 这其实 趁我来的没关系 可是处满意的 那就 以其人之道 还这其人之事 我错了 我错了 毕总 求你饶了我吧 爸 我错了 姐姐 姐姐 我的手 毕总 你看这样 行吗 没想到沈先生 对自己的女儿 显得下得了 那么好 上网黑服 这也还行 那 里面那个疯了的 该走 用谢氏8%的股份 换李玲玲肚子里的孩子 他可真是好大的手臂 哥哥 你怎么看 我们用李若雪 试探了他两次 他都没有反应 要么就是真逢 要么 就是他演技过于竞争 以我对沈阳华的了解 他只爱自己 对李玲玲 倒没有多深爱 可是这次 他为什么 让我们 尽管其变 只能是这样 我现在只想快点 把集团夺回来 那可是外公的心血 我已经给你保下来了 在孩子生出来之前 你都不会进监狱 现在 可以把食品给我了吧 放心 视频 是不会泄露出去的 对不起先生 我不是故意的 没事 下去吧 好的 谢谢先生 你真打算做我的助理啊 怎么 不愿意 那我走了 那就辛苦一总缺增了 要是没有你的话 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对付集团李沈阳华那些心腹 南亿 南亿 这位是 他 他是我助理 我还想说 让我侄子给你做助理呢 你们俩正好培养培养感情 我侄子 我侄子他人挺好的 春月阿姨 我们先上去了 快点 南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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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孩子 哥哥 你想干什么 怎么 刚才 我叫未婚夫了 不能办公室练情 你现在是我的助理 说你是我的未婚夫 别会误会的 是吗 南亿 你让我通知的几个主管都在会议室了 我马上来 走吧 我的小周林 跟我一起去收拾害群之马吧 谢南亿 你现在是长大了 翅膀硬了吗 他们可是 精精业业在这个公司 干了十几年的老人了 你说惨了就惨 你知道含了多少人的心吗 爸爸 我看你是老糊涂了吧 这些人是有资历不错 可他们压榨员工 收受惠律 你有证据吗 不要轻信别人的一命之词 赶紧 把他们给我请回来 沈总有什么事就冲我来 这些都是我让南亿做的 易 易总 你也在这儿 我不在 未来的易太太 就要受委屈了 是在哪儿能骂 南亿是我的亲生女儿 我也都是为了她好 我们谢家的这点小事 就不劳烦 您易先生啊 南亿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再说了 公司留着这帮中保私囊的 酒囊饭袋 不怕谢氏迟早要垮 这 这没有证据的事 好好看看 这 这都是我管理不到 才出现了这么多问题 还要感谢易先生 帮了那么大的忙 我这就去 好好撤查 撤查 撤查 马上撤查 马上撤查 怎么样大哥 早就让你们收敛收敛 现在还有个靠山 我也没有办法 等等吧 先生 吃点水果吧 干什么呢 你们 干什么大呼小叫 你一个保姆敢勾引我爸 下剑 我 我没有 我 你没事吧 你天天像什么样 废为可 还敢在我面前嚣张 先生 我没事的 别因为我跟小姐生气 爸 我是怕他把你给骗了呀 连我的剩意都敢管 我看是太闲了 既然如此 明天你就和盛天的赵总相亲 他对你 他对你 可是满意的不得了 盛天的赵总 他虽数跟你一样大 你让我嫁给他 那你和谢南义一样 叫个益总回来啊 我 我 谢南义又是谢南义 妈 他是你安排的 嗯 欧阳小姐 南义谢小姐还记得我 要不要去喝杯咖啡啊 我想 和一直寄予我未婚夫的人 没办法性平气和地坐在一起 那可由不得你 我不是在和你商量 小地方就是小地方 东西难喝 容正义 欧阳小姐有话直说 特意从京市来到僵市 不是为了喝咖啡来的吗 一鸣哥哥呢 我要让他跟我回京市 欧阳小姐 怎么时时刻刻 惦记着别人的未婚夫呢 一年前要不是你出现 费尽心思用尽手段勾引他 我早就嫁给他了 我给你一千万 你拿了钱马上离开他 欧阳小姐 既然想用钱来收买我 好啊 那我要 一个亿 欣南义 你要不要脸 你怎么不去抢 欧阳小姐觉得怎么样 难道在你心里 一鸣哥哥不止一个亿吗 一鸣哥哥 你都听见了吧 他根本就不是真心爱你的 他就是为了钱 才跟你在一起 他就是在利用你 他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了 他们两个都听见了 我问的是他 对啊 现在你的价值 可是一个亿了 看来你是真不知道 自己未婚夫的身价 小小一个亿就把你拿下了 有人千里来给你送钱 你还不赶紧拿好 你们演我 看到了吧 从来都不是他离不开我 而是我离不开他 赶紧滚住架势 再有下次 别怪我不顾 易氏和欧阳家的情谊 走吧 就算你现在拥有他又如何 等他心里的那个人出现 还是照顾灵抛弃 怎么了 我在想 你就不怕 我真像他说的那样 只爱钱 收了钱就把你卖了 但这更不怕 我比他有钱 只不过一个亿而已 想要多少给你多少 对啊 你就是我的财神爷 我有这么老吗 没有 一点都没有 听说你恨谢南义 巧了 我也是 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 我给你一千万 和我合作 你是谁 我凭什么相信你 就凭我是 监视欧阳家的小姐 一名的未婚妻 那谢南义 她就是个 差做别人感情的小三 又欧阳家护着你 你还怕什么 你难道就不想 把她踩在脚底下 狠狠 狠狠地羞住吗 好 我答应你 我给你两千万 总得让我看看 你的诚意吧 你让我怎么做 我要让谢南义 在江市 身败名利 怎么了 这两天我要回京市 处理公司的事情 可能没办法陪你 我先上去了 记得早点玩了 我会想你的 好 有事给我打电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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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给我打电话 喂 谢南义 我们见一面吧 我有关于你妈妈的事 要告诉你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听完我接下来的话 我相信你会来的 美女啊 请马上啊 哎 接手啊 这样 哈哈哈哈 还挺了 美女啊 给哥哥玩玩 哥哥有的是钱 啊 啊 的 啊 负责 还有 给我 二 他们要把我带到哪 知道该怎么做吧 李叔去 知道 全程录视频嘛 这会儿 我们哥俩是屋啊 怎么还不到酒店 我都着急了 急什么 马上就到了 显然运不浪 很快 全市的人都会知道 你懈怠小姐的风流艳势 瞧着小脸多水嫩嫩 快去追啊 快追 不好意思 救我用一下 我手机 救我 我知道你妈的股权转让书是假 来地下停车场 我告诉你 南亿小姐 你没事吧 没事 人抓到了吗 没有 还在找 这件事情先别告诉哥哥 我怕他犯险 是 麻烦送我去一趟医院 刚刚在车上吃 好像给我注射了不干净的东西 南亿小姐 好了 没什么问题了 就是需要多注意休息 南亿小姐 放心 不是毒品 只是一些少量的镇定剂 谢南亿 要不想集团倒闭 就赶紧回来收集你的那摊子 这 易助理 你怎么在这 辛苦你在门口等我一下 你看看你看看 说什么正在教我 非明是给人易总当小三 现在整个僵尸都知道 不但当小三 你还水性洋化 也会难抹 双容细风 你把我们家的脸都丢尽了 看 批的真假 做完没得手 就直接搞个AI换了 真是可笑 还有什么好说的 一看就是假的 我能说什么 我说我才是一名的未婚妻 你信吗 你只不过是意思 在僵尸的一段陆属青园 姐们逗乐的玩物吧 你还真指望能当上一台 从今天开始 撤销你的总经理职位 我会对外宣称 我跟你再无关系 免得影响 我们集团的声誉 我看这个热搜 也有你的助力吧 就为了把我赶出去 我也是为了集团着心 你也不想你外部的集团 得在你的手里 好 小姐 谢小姐 谢小姐 你们为什么要当一种的小三 破坏别人的家庭 我不是小三 我是被陷害的 你们不要胡说八道 谢小姐 你们为什么要当一种的小三 破坏别人的家庭 这人最讨厌的就是小三了 回敬 呸 年纪轻轻就跟这种高的 有妈生没妈交的贱货 道歉 呸 是你要给人家未婚妻道歉 还要我道歉 不要脸 现在小三都这么嚣张了吗 这还随身带着一个呀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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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异小姐 你先回去吧 贱人 从现在开始 我说的话 一字一句的都给我录下 谁敢篡改事实 那就试试 能不能跟义士看好 她是我唯一公认的未婚妻 一家 未来唯一的女主人 容不得任何人无准 一是集团官博上 发了一种的订婚照 就是 一家老爷子也发微波了 说只有现在一个儿媳妇 刚才 诸位对我未婚妻 莫须有的罪 这些侮辱 谩骂 这儿都有证据 法庭上解 善后 我们走 上完了 上完了 走 易总 易总 你饶了我们吧 易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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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真的说了 易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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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他 你骗我 走 你怎么来了 易阳告诉你的 还想瞒我 要不是他跟我说 我还不知道你发生了这个事呢 那他还信誓旦旦的跟我保证不告诉你 奇数我可以自己解决 你来了公司的事怎么办 那都是小事 我解决了 他是我唯一公认的未婚妻 这 这 显然 显然 显然意 显然真的是易总的未婚妻 我爱的易总会帮他 这么说 整个易家的人都成这个易家媳妇 那 就真的是易总愿赴了 看 他急了 一定是看到龙下的士兵 先亮他用 看看 他会为了自我利益 做到什么证 走吧 这丫头 还不接电话 易总 你竟然是因为我太气急了 才会对南易说那种严重的话 你该道歉的人不应该是我吧 是 南易 都是爸爸的错 原谅爸爸好不好 好 只要你让我继承集团 我就原谅你 怎么样 这个不行 你一个女人家 你做不成什么大事吗 易总 你说是不是 都什么年代了 还这么迂腐封建 我家都是女人当家做主 要不 我给你想得高 三桂九寇 赴金请罪 易总 我再怎么说 也是南易的父亲 哪有长辈 给晚辈 客同请罪的 南易 要不 我让你回集团 继续当总经理 你觉得怎么样 我是什么很欠的人 你让我滚就滚 你让我回去就回去 爸爸 你未免也太可笑了吧 等等 您不用跪了 我怕折射 您还是请回吧 我还想休息两天 好 好好好 是李若旭 家派人手 把他找出来 行啊 你为什么要骗我 明明谢南易才是易走的温婚妻 他不害 他哪里比得上我 你还由你来质问我 城市不足 办事有余的蠢货 外面到处都是小女人 你觉得你离了我 还能去哪 不过 不等你被抓到 我会心让人把你给弄死 我不敢了 我不敢了 最后一件事 如果你办得好 我立刻派人把你送出国去 并且付上上帝之票 我不是 我不是 我不是小三 我不是 你个小三 不要脸的小三 不要脸 你当什么不行 你当小三 我不是 我不是 我说过 明明哥哥爱的根本就不是你 你就是个小三 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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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小一直没有陪在他身边 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他 我一定要好好对他 他 这件事情南姨还不知道 你先不要告诉他 知道了 等你们回京市 我不会说落罪的 让你自己告诉他 没事 您早点休息吧 您早点休息吧 就算你现在拥有他又 等他心里那个人出现 还是照样被抛弃 我说过 一名哥哥爱的一直都不是你 只是一小三 既然你爱的不是我 为什么要对我那么好 让我全心全意的依赖你 骗子 南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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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南姨不见了 派人去找 马上 是 来到昨晚他都听见了 你 小花猫 别哭了 妈妈 妈妈带你到这儿来 是让你忘记烦恼 当一天小公主的 那我每次难过 妈妈都能带我来这儿吗 可以 走 咱们呀 去坐旋转木马去 妈妈 要是你在就好了 我就不会这么难过 妈妈 2 2 2 3 3 3 4 谢谢你 英明哥哥 你怎么知道是我 你就当 是女生的第六感吧 我都想明白了 没必要把你一直困在我身边 你自由了 快去找他吧 你误会了 南野 你又想骗我 我昨天晚上都听到了 你爱他 就去找他吧 一直都是你 没有他 什么意思 我本来想在婚礼当天 把这件事告诉你 没想到 让你产生这么大的误会 我说的那个人一直都是你 小时候的心的 宝贝 宝贝 别哭了 你快看哥哥 现在呢 我们 大哥哥 明天你也要陪我玩哦 好 大哥 睡吧 妹妹 妈妈 大哥哥呢 大哥哥被接回家了呀 骗子 大骗子 当年 我和母亲在一家遭人陷害 被赶了出来 母亲带着我 偷奔华城阿姨的路上 出了车祸 华城阿姨接到信息后 就把我接回了谢家老宅 怪不得那段时间 妈妈一直带我住在老宅 连沈阳华都不知道 爷爷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大发雷天 强制地把我带到他身边抚养 等我在意识清除危险 站稳脚跟之后 我才知道 华城阿姨早就已经去世了 我一直派人注意你的动性 直到一年前 傻丫头 我告诉你这些事 不是让你难过的 我只是想告诉你 我爱的一直都是你 也只有你 我一直都在误会 之前你救我 我以为你另有所痛 后来订婚 又有人告诉我 你只是把我当场替身 没有替身 一直是你 也只有你 一直都是我 现在你可以告诉我 到底是谁在你的面前造谣 说我的坏话了 是 欧阳瑜 什么 他 没想到小小的欧阳家 居然也敢伸手到我头上来 查一查 欧阳瑜这几天有没有回京市 如果他没有安安分分地回京市 就说明这几天发生的事 跟他脱不了干系 还有一件事 当时李若雪 为了把我骗到停车场 他说 李玲玲告诉他 妈妈给沈耀华的股份转让输 是假的 他干什么 我 进 谁让你来的 是 是南医小姐 南医 你 告诉我 为什么要背叛我 先生 是 是欧阳瑜逼我的 他说如果我不做的话 他就弄死我 真的 先生 你看 你看 这些都是他找人打的 我是真的 他害怕 他威胁我 如果我不做的话 他就让我在僵尸 无理属之地 还有我老家的父母 他在偷什么 这是你们要的东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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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什么 还让你来偷什么 说 到底让你来偷什么 极图 极图映证 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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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我的东西 奔斗了几十年 才达到了今天的成就 没用我 他连屁都不是 而在背后 算计他牢骚 你对他有了靠山 就能斗得过我 谢贞罚那个老东西 照样是我的手下败将吗 瞧不起我 危险我 那又怎样 谢贞罚 我还是没有骗到手了 还不是死啊 全都得死 他说这话什么意思 难道外公的死 和他也有关系 原来你们都是一口的 我 一大早惊蛇了 破坏了那个女人的计划 那我 妈妈以前说过 外公一开始确实对他有意见 可后来 不仅接受了他 还把他带在身边 没想到他是这么看待外公的 有的人一直认为万物皆有罪 唯他清白 走吧 易烊已经在鉴定中心等我们了 这件事情 很快就会水落石出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小姐 我先带你去那边整理一下吧 哥哥 你先去车里等我吧 我去处理一下 姐姐 我错了 都是他们逼我的 一鸣哥哥 谢南义现在可在我手上呢 你要是不来 我可就撕票 你以为我会信你的鬼话 一鸣哥哥 这下你总该信了吧 我可在这儿等着你呢 一个人来 不然 我就让你永远也见不到他 你要是感动他一根头发 我效你命 他到底有什么好的 明明我们才是门当户队 最配的那一个 十分钟的来 我就让他永远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干什么 我让你死 尚和你那个短命的妈团聚 收阳雨让你这么做 是要怎么办 这个世界上想让你死的人还真 我让你死的人还真 谢南义 一年前让你跑了 这次可没那么幸运 南义 看起来 有 很新闻的 还真是 明明 是 是我呀 怎么样 没事吧 我没事 一鸣哥哥 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 我们去坐一会儿 不快是我从人博高加工 你岂智或小孩 秘密 清醒过后 你只能生我的 嗯 胡小雪 一鸣哥哥 我是男医啊 我好心提醒你一句 你的那位易总 现在正和别的女人翻云覆雨的快活呢 你还真以为人家离不开你呢 也不掂量掂量 自己仅几两 你说的 我一个字都不会信 好啊 刘总大人 那他为什么到现在都还不来救我 放心 我会让你在死之前 你好好跟他一样翻云覆雨 我说 上 你敢 我有什么不敢的 你把我的一切都毁了 我的千金身份 金款的职位 甚至连我妈也 不过幸好 你还是没能报告我 上 吉他 给娘配什么 别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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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砸了 快 滚 小 你 别碰我 放开 放开 放开我 放开 放他 怎么会这样 今天 怎么这么出动 因为 我想把我自己给你 一鸣哥哥 且随意享用我 是我 南依呢 你什么时候认出我的 你再怎么装 也装不了南依的样子 你身上这个味道 令人作物 快说 他死了 从你进来的那一刻 我就已经让人放手了 先生 找到了 起来 你别过来 找不着我拉他一起去死 放开他 不可能 你想怎么样 不要他死 没事吧 怎么样 我没事 你别担心 你手怎么了 没事 小伤 我们走 回家 小伤心 你 你以为你赢了吗 我得不到的 你也别想得到 一鸣哥哥爱的 根本就不是你 我不在 因为你说的那个白月光 就是我 我还得感谢你多次提醒我 一鸣哥哥有多爱你 走吧 什么可能 什么可能 你先上车等我一会 我先去处理点事情 嗯 你这伤势怎么弄呢 牟羊鱼给我下药 为了保持清醒 所以 傻瓜 疼不疼 心疼 如果你真的出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来 你若雪和欧阳鱼 因涉嫌绑架而被捕入狱 放开我 不议我 你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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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用的 没用的 先生 你怎么了 哈哈哈 小事 小事 今天晚上 我自己想玩 我自己想玩 我就处理点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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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好你会好好对她的 是她自己做死 怪谁 我不管我不管 我不管 我要你把李若雪给我捞出来 不然 我就把你杀人的证据交给谢南医 别以为我会信你 根本就没有水平 也没有什么 是吗 那你就好好看看 这是什么 你 你太傻 活该被我骗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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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 难以再怎么说 也是我沈家的血 我不会对她下山 不过 我老不死的 我会让她很快去陪你 哥 你们谢家所有的财产 我都会替你好好继承的 山呀 山吧 这只是备份 我还有 很多 只要按我们说好的来 你这辈子 都会相安无事的 都会相安无事的 你 你怎么在我这儿 害羞什么 谁昨天晚上那么主动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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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我想要 说 你说什么 说 我想要 要不是我昨晚丁立强 早就被你这小丫头吃干我惊 昨晚酒精浓度太高了 我有点醉 没错 就是这样 是吗 酒精做醉 不是我别人 好 那现在呢 还醉吗 还嫌不良药 行行行 让新婚之夜 想要什么我都给你 来 你老不正经 我穿不死 哼 我哪个 好说我不正经 一次外相换来终身内相 丢死人了 说什么呢 笔迹鉴定结果 至少还得十天出来 先生 这 这么大阵仗 我不想再经历前两次的这些事了 我躲不起 以后 他们就跟着你 怎么了 春云阿姨要见我 和你 南亿 你没事吧 他们没伤害你吧 我也是看新闻 才知道你被他们绑架了 阿姨 放心吧 我没事 那你实话告诉我 你最近到底在做什么 事情就是这样 我没想到 他们居然这么狠毒 早知道 我当年就不该在华郑结婚的时候就出国 不行 你不能再查下去了 你要是再出点什么意外 我该怎么跟华郑交代 我去查 我帮你夺回公司 阿姨 你冷静一点 我不会有事的 李玲玲疯了 李若雪在监狱 只剩下沈耀华一个人 等鉴定结果出来 我就能撕破他丑恶嘴脸 你真的不用担心我 哥 易总还在我身边呢 我知道 高调是爱 我在国外都看见了 都说京是易总 手段两得 是个领不起的人 您是男一的长辈 叫我一鸣就行 不过传说也不过如此 几次三番 让男一陷入小径 阿姨你误会了 那是我和他的约定 不让他时时的帮我 而且前几次 都是我自己掉以轻心 你说的对 是我没有保护好的 你说 你是不是心甘情愿 跟他在一起的 你可不要为了复仇 不如歧途啊 阿姨 我们不是来到江市之后 才相爱的 我们小时候就认识 而且一年前追江 还是他救的路 无论你需要什么帮助 你都可以告诉我 不要怕麻烦我 我短期内不会再出国了 谢谢阿姨 傻孩子 华征的孩子 就是我的孩子 我也算你半个妈呀 我们先走了 等等 男一 当初沈耀华 是怎么继承现实的 外公的遗嘱说的 我一直都忽略了这件事 先前你说过 股份转让书 可能是假的 我才想起来 华征当年和我说起过 你外公一直想将 谢氏集团给他继承 又怎么会立下遗嘱 让沈耀华管理集团呢 这就是当年 谢老爷子存放在这的遗嘱 是爷爷落笔习惯 最后一笔都拉得很长 但不妨碍有人放心 还是得送到自己鉴定中心 再看一下 你说什么 你准备谢男一拿走了 对呀 他们还说 要拿去笔记鉴定中心鉴定 我给你打电话 你也不接 我这不 赶紧跑来找你了 真是要冒多年的心血 一定会与你淡 如果他们知道 咱们当年的事 那咱俩就完了 你 你快想想办法呀 想什么办法 他现在有人撑腰啊 对了 笔记鉴定 你们多久出结果 一般情况下一个月 但是 加急加快 也得十点左右嘛 十点够了 你一笔钱 马上离开僵尸 走得越远越好 好 接住 你我们也不要回来 别急 先让他们自乱阵强 越急的话 破绽越多 可是 他们要是跑了怎么办 放心 他们跑不了 我已经从京市调来人手 他们绝对跑不出僵尸 不愧是大了 想的就是比我周大 好 你疯了 让别看他怎么办 怕什么 我不早就疯了 考虑好吗 是捞人 还是让我把一切都说出去 哼 只要你把视频都给我 我现在就把它给弄出来 你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 我手上有视频 肚子里有主 你又是 臭婊子 是谁让你过了这么多年好日子 都忘了吗 现在你就翻脸不认人了吗 是你逼我 你一个小妾 要把我送进去的时候 你又是怎么做 沈先生 你是谁 沈先生 他是谁啊 他就是个疯 好啊 你可是要我 我就知道 当初你能对谢华峥 现在 闭嘴 哈哈哈哈哈哈 你怕什么呀 你手上有多少人 他知道 沈先生 他 他说的是真的吗 是真的呀 是真的呀没关系啊 您可以说 都是他干的呀 他才是那个杀人凶手啊 哈哈哈哈哈哈 你呀 你可真聪明啊 哈哈哈哈 你看 你这个坚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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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肚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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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 换你的命 先生 你真的要放走他呀 你觉得可能吗 不过 你要是敢背叛我的话 你的下场 可是要跟他一样 我哪敢啊 我知道你没放 帮我把李若瑄放出来 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帮你 真想 我可以告诉你自己 我可以自己查 他该受的罪 一点也不会是 女士请出去了 这位精神病患者具有攻击性 他的先生让我们让他注硬治疗 也让他误伤你 请我 如果你还跟我 corona 他现在没放 他这辈子就只能待在精神病院 一个精神病说的话 谁敢相信呢 你个小精灵狗啊 明明是先生厉害 我啊就随口一说而已 等着吧 再过段时间 我就带你出国 过好日子去 出国 先生你说的是真的假的呀 你愿意放弃那么大的集团 带我去国外 哎呀 有美女在怀 有什么事 来来来 让本先生舒坦舒坦 不行啊 我怀孕了 真的吗 我又有儿子了 当然是假的 谁愿意给个死老头生海费啊 出来了 天冷 多穿点 药已经带人 把李玲玲在精神病院安置好了 沈耀华怎么也不会想到 他叫来的精神病院的医生 是你的人为证呢 笔记鉴定 后天就出结果 后天 不是才过了两天吗 太慢了 我派人送回了京师 让义士旗下的机构去见你 太好了 来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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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哪儿 你们帮着我干什么 反过 听见没有 我真的没疯 我真的没疯 精神病人可不会说自己 我真的没疯 你要干什么 我没疯 我真的不是 我们前方的班牙 你 啊 啊 现在先练练手 等下个月一鸣哥哥过生日的时候 保证给他一个惊思 欧阳老爷子 一鸣呢 他把我孙女弄到牢里去 也不给我个交代 是他作茧自负 不知道你喝了他什么迷魂汤 放着欧阳家的小姐不娶 就要这个身份敌位到如此下贱的女人 你先回去吧 我来处理 如果您是来兴师问罪的 那我作为受害人 想问问你 随便谋害人的性命 就是欧阳家的家调 你 你欧阳家的破事都处理完了 有功夫来这下的 我倒想问问你 两个人 这欧阳一家 财产损失一半 股票大跌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你孙女得罪了我义氏夫人 你不应该替她赔罪吗 你 欧阳老爷子 这里不欢迎 赶紧回去吧 你要是不走 我让你们死吃的 可不止这一半的自己 走 这老头没吓到你吧 你对欧阳家下手了 爷爷知道会不会生气啊 不会 这老头一定是在我爷爷那碰壁了 才赶来找我 有你撑腰的感觉 真好 真难以 沈耀瓜 才是上了计划争的人 难以 我没有杀心花症 是你爸 是你爸杀的他 是你爸 空口无凭 我们凭什么信 我没撒谎 凡事都得讲个正义 你呢 什么都没有 我有 我有证据 易总 我知道你是东广大 你有本事 我们做个交易啊 只要你答应 把我送出国 保证我下半辈子 一生无用 我 我可以把证据交给你了 一鸣哥哥别信他 他根本没有证据 我有 我真的有 好啊 那你就说说 到底是什么证据 别随随便便 拿出来个东西 叫我信你 这是我最后的传门 我到底能不能信他 爸 机会已经给过你 既然你不说 李扬 带他回病房 让主治医生 好好治治他 证据 证据 打杀谢华正那晚 我看见了 我弄下了证据 还有 你为公寓死 他也脱不了干系 十六年前 我亲眼看见 我亲耳听到的 谢华正死的那天 这也好看 这些都是我的了 老公 好不好看 你怎么会穿他的睡衣 你好丧 我就是要穿他的睡衣 睡他的男人 花他的钱 这些 不都是你答应我的 你个小狐狸 起来 那今天 今天 必须把你给喂饱 后来 他以为我睡着了 去开车 离开谢家 我很好奇 就跟了上去 他这个时候来医院 干什么 你把那个老公死的 都瘫痪在里面了 还把财产全留给你 那你就先死吧 不过你放心 安逸 你想吃我的 沈家的血 我不会动他 不过 扫老头子 尽管安逸 想去陪你见面 你太傻 我该从第一次见你 就被我欺骗 你就安心地去 你们谢家的所有财产 不会替你们好好继承的 那天晚上 医院的监控 都被他给毁了 只有我和他知道 没有人才知道 那你之前为什么不说 谁要我 拿弱雪威胁我 后来 我以为他跟你 就是娃娃而已 等他走了 你没了靠山 我照样问坐 是太太的位置 我可知道 都已经告诉你了 你没有送我出国 还要给我钱 视频交出来 交易就成了你 手机里的 已经被他给杀了 不过 还有一个右把 九层的地下室 他和谢华正 和杀赵的相框里 他烟雾有关妈妈的一切 当然不会碰那些东西 更想不到 他会把东西藏在那里 我不要躲在这个鬼地方 赶紧送我出去 一扬 先生 把他带过去 是 不能回去 你答应我 他要送我出国 给我一大笔钱 我可从来没答应过 等等 这是替我妈妈打 这是替一年前的我打 你等着 我一定会出去 好啊 等审判那一天 你就可以出去 现在 你就老老实实地待在我们给你打造的专属 地狱 你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我怕让你这个沈耀华的帮凶 过得太疏敏 这个地方 就是你的专属 从你被带到医院的那里客气 就是我们的寂寞 带走 安逸 安逸 是他 都是他 是他许某医疾 是他精心设计的 妈妈 都是他爱死的 想哭就哭出来吧 我在这儿 不用忍着 让他把东西找出来 很快就轮到他了 是 娜娜 赶紧收拾东西 明天 我们就要出国了 真要出国啊 我也就准备好了 可谢南逸 不是小鸡团吗 那我就给他一个空壳 说 叶总 南逸呢 我想约他见个面 是 叶总 这边坐 这边坐 娜娜 来 喝点水 喝点水 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不必轻轻坐台 南逸啊 爸爸知道 这么多年 你受委屈了 都是爸爸 对你的关心不够 我知道 现在说什么 也是于事无补 所以 我打算退休 让你成为集团的继承人 执掌现实 你 陈柱 一定不能大操精神 是吗 你真的受的 你是我的女儿 本该就是你的 明天 我就在集团宣布 你 就是下一任 谢氏董事长 直接召开记者发布会 大家一起见证 好 大家好 欢迎来到 我们谢氏集团的 记者发布会 我身为 谢氏集团的 临时董事者 今天 有重要的事情宣布 从今天起 我将正式卸任 将由 我的女儿 谢南逸 正式继任 集团董事长 成为我们谢氏集团 正式的 掌权人 任先生 请问您为什么 突然要做出这个决定 谢小姐 您觉得您能担得了 这个重任吗 会不会导致 谢氏破产 想必大家也知道 我的女儿 和易总关系 我相信 在易总的帮助下 我的女儿 会做得 比我更好 沈总说这话 可能会让大家误会 南逸自己有实力 并不需要靠谱 关于沈耀华 卸任的原因 由我来向大家解答吧 因为他把公司资金 转压转怪 谢氏 变成一个空壳 想要投之夭夭 你不要胡说八道 请问您说的都是真的吗 石先生 您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他害怕 十六年前 他伪造前任董事长 谢震华 伪造谢华峥女 是股份转让输的阴谋败了 南逸 我知道因为私生女的事情 我们闹过很多不愉快 但是你也不能 污蔑我呀 你这样做 爸爸有多伤心 你知道吗 今天就让大家看看 江氏著名的慈善家 沈耀华的真面 你叹事 我该从见面第一天就被我骗 关掉 关掉 都给我关掉 你真该想 我没有变成像你这样的恶母 否则 在我知道真相的那一刻 你就已经死在我的手上 让你把食品关掉 快点关掉 我关掉 大家不要信他 这个事情是假的 是偏见的 是恋爱制作的 是他 他一直想陷害我 其实他就是个疯子 我有什么错 谁为财死 你二位失望 我就是想筹工 我有什么错 沈耀华 你被逮捕了 我 我 不要 我 不要 你个不像女 你不中不像 你浪性狗分 去把我对你有什么好处 来到医生 我会决许你一个 亲手把自己父亲送进去 那里进门吧 医事就幸选上 你还是先关心关心自己 能活几天吗 你们都叫 我不会帮过你们的 我 外公 妈 这是他们的判决书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哥哥 我做到了 是啊 你做到了 这段时间 辛苦 总之 我不同意 他这个小丫头 当董事长 他不行 难道你来当啊 其他人呢 我觉得呀 南义非常好 很有他外公 当年的分分 赫叔叔 您之前和沈妙华 一起做的肮脏事 我不提 不代表我不知道 不过念在你对集团有功 功过相对 否则 我不会再给你第二次机会 白单行了 先生 南义小姐 真是跟你越来越像了 这难道 就是夫妻下 你最近很不错啊 给你发奖金 接下来这件事情办好了 奖金 给你翻三倍 你去哪儿了呀 南义 我得回京市一趟 乖乖等我回来 出什么事了吗 我去办件小事 我马上要登机了 先不跟你说了 是新能处理的 南义小姐 先生还没回来 他让我来接你下班 好吧 南义小姐 到了 我继续 哥能等我解释么 撒决 是什么事吗 这么好的 我们来接下班 我们来接下班 恐怕 我 一鸣哥哥 男一 虽然我们已经定过婚了 但是我想在你的城市再问你一遍 你愿意让我介入你的生活 成为你的丈夫吗 可是 我已经有一枚戒指了 那我 不过 我不介意再多一枚 好巧啊 易先生 结婚吗 走 我们现在就去登记 现在是晚上 去哪儿登记啊 我今天就要结婚了 您会一直看着我的 对吗 他们都不会系领带 所以我来找你了 你今天那样子成为 易先生 你这借口也太假了 不过 你今天也很帅 好 好 好 我 感谢观看